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学杂刊 2010年6月,高分辨率地球观测卫星快鸟号 在埃及沙漠捕捉到一个巨大的钻石形状的图形 钻石里面是一个直径300英尺的圆 圆的内部是一个十字架 在它的交叉点上是一个较小的物体 从外形看和地理位置看 它很可能是一个未知的金字塔 在埃及上空飞行的卫星 已经发现了不少于17座未知的金字塔 但有一个不同的意见 否认了它金字塔的身份 猜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遗址 因为它坐落于埃及西部沙漠 距离最近的古埃及定居点只有几英里 与其他金字塔不同 它被巨大的几何形状所包围 专家观察 其机构发现金字塔的底部只有16英尺宽 位于石字架的中心 看起来像是石头做的 考古学家试图找到这种小型金字塔的解释 努比亚有一些小金字塔 这个古埃及南部的王国 它确实有点像埃及 建造了金字塔 但规模要小得多 但是 这个物体虽然和努比亚金字塔的大小和形状一样 但位置不对 努比亚人的领土要更像南一点 而且 这个金字塔距离最近的水源尼罗河也太远了 大型古建筑工程需要许多工人 而工人需要水 对卫星图像的进一步分析 揭示了现场的其他一些奇怪特征 围绕着金字塔和几何形状的是一系列码点 接近码点后发现是锯齿线 看起来像轮胎的痕迹 然而 埃及当局 拒绝承认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结构 这些种种迹象综合起来 让这里看似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 它可能是个爆炸目标 圆圈可能是从飞机上落下的弹药造成的 这里也许是一个轰炸场 作战飞行员可以在这里练习轰炸和扫射 固定目标 还有一些人认为 它的存在类似美国的51区 51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类似金字塔结构的军事设施 是美国绝密的军事设施 不过 目前来说并没有很好的解释 这神秘的东西不管是什么 太空中的卫星都在时刻注视着它 相信未来能够得到答案 那么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请记得点赞评论